本集由重文社 Carmester 一客館 新世紀 诺雅方舟 纸牌屋 以及香港press card 北京卡拉河 广州废材猫 槟城 Apebraiders 赞助播出 快点要玩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 芒果的中文版赛制 牌主解说 C-ON 今天讲我们的 閩名VMAX 那线上版出了 首先看到我们 这个是旧的閩名 不是新的哦 来第一招打20点 抽两张牌 那这个的话 卡手或者是 后手其实都能够 做使用的 来第二招看一下 打200滴 下回合不能攻击 不能攻击 那这一招 有机会用到吧 再来看到 放一只新的閩名 这招第一招 打40点 第二招的话呢 打20 看对方 全场的能量数量 乘以40 假设对方场上 有5颗好了 我可以打多少 5是20加20 就是220滴 那这招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 运用在对方 可能有 呃 无功好了 或者是能量 非常多的牌组的话 这招反而可以出其 不易打到一个效果 所以芒果只放一张 那在后手的情况下 也许你用这第一招 抽两张牌 也可以 但是 等一下会跟你讲 另外一种情况 先看到我们的VMAS 他的招是打180 如果你奖励卡 落后的情况下呢 可以把对方 麻痹 哎呦 麻痹好像不错嘛 对不对 好再看到 我刚刚讲的情况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这个 顽皮雷弹 动出来的话 那我们后手 其实打个20 然后抽两张牌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这顽皮雷弹的特性 我先讲一下好了 你可以在你的回合呢 在你的后牌 注意后牌 自爆 从牌组拿两张 基本电能量 冲到你的电系宝可梦身上 那你如果这样的情况 这样做的话呢 你不但可以直接 一回合嘛 就第一回合 你可以手贴了 那第二回合直接蹦出来 那你的手贴 那第二回合还可以直接 仰第二支闽名 懂意思吗 反正可以做两支啦 那我刚刚说的情况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 第一回合蹦不出来 我们的 这个他做什么名字啊 雷电球是不是 那如果没有蹦出来的情况下 你就用我们的主电拳 来做充能 会比较好一点点 不然你会整个 delay到你的这个 进攻的程序 这样各位懂的是吗 好不好 来后手 应该说他第一招 从牌组一样 拿两个电能量 随便冲到你的 后牌的宝可梦身上 随便你冲 那他第二招 是看似 诶全场 自己全场的电气能量 乘以30 再加10 所以说假设 我真的打到后期 需要个超级高爆发的情况下 也许你的闽名 还有没有被弃绝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 这个爆个两支 再加手贴 有的没有东西 全部蹦出来的话 我们的这招 有可能会打到一个超高伤害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 零星闽名啊 雷霆三啊 或者是我们的 我想想看哦 很多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没有办法 蹦出菜太大量 所以你能够保住 你的这个 闽名的能量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说 逐渐全芒果 只有放一张 那看一下功能牌的部分 插字符一张 咚咚鼠一张 好 宝可梦就这样子 对 非常简单 就这样子 来 垂直放四张 因为你看 如果假设我们直接自爆 呃 正常进行 为了不要让他正常进行的话呢 达到我们麻痹的最高效益 所以我们用锤子来干扰对方 像遇到三神的话 如果能干扰到对方一回合 只能说转翻了 有没有发现 非常转 所以锤子一定要锤 能锤就锤吧 来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绳子放一张 假设他前排是有一个什么 可能是击倒不了的啦 那我们可能想击杀后排的什么 白砰砰插字符的话呢 我们用绳子也可以来做击倒 180 所以这张绳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有必要放一张啦 来等级球放两张 那等级球抓什么东西 抓我们的顽皮雷弹 跟我们的这个雷电球 再来就是我们的交易通讯放三张 抓我们进化的这个敏鸣 VMAS 当然我觉得你要放个一张熏箱 我也觉得OK啦 那你自己找位置放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那这个先级球放四张 然后硬张 尽量可以放两张三张都可以 因为我们必须会自杀 那对方会比较领先的情况下呢 能干扰对手的手牌 当然是最好的 尤其是我自杀一次之后呢 我的这个VMAS 又死了一只 对方已经拿四张奖励卡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自爆一只 再自爆一只 这时候直接印下去 哇舒服 对方剩一张奖励卡 剩一张手牌 有可能直接大爆炸 是不是 所以这印章能放二就放二吧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Switch 放三张 然后混沌场地有放一张 因为没有雷霆三了吧 不然雷霆三必放的 板木两张 来这个马士 马志士 我自己喜欢放两张 因为我觉得放一张 没有放3.0的情况下 真的太难拿了 我真的不太喜欢 所以芒果放到二啦 那当然你想放一张 然后改一张熏香 或者再加一张印章 我觉得都可以 看你自己 来马力四张 然后这什么东西 博士 芒果也放四张 这帮助绿牌的没问题吧 来装备干扰器的话 有时候你打完 可能奖励卡一样 或是零件情况下 对方可能 还是有办法做撤退 有没有东西 那你如果装在敏敏身上的话呢 你至少可以干扰到 对方的气球 或是你打两下 大护斧可能不会死 之类的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装备干扰器 芒果有放一张 好那这张 幼华版芒果也放一张 贴给谁呢 其实我觉得贴给 我们的这个 呃叫什么 工人牌 就可以了 反正能够帮助撤退就OK了 这没什么太大问题 在我们的特电放三张 贴到你的电系宝可梦 可以多抽两张牌 那这个基本电放八张 总共11张能量 好那这幅画是芒果 这个弄的一个 偏干扰轴的 明明VMAX先进一段广告 本影片由Portown合作播出 他们是最快速及专业的序号商店 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单后 序号会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 就是带门还有折扣咯 来看一下对方玩什么 先手可以 后手也可以啦 不过因为我们需要进化 芒果还是建议 能先手就先手吧 好不好 这骑手其实不错 哦 还行哦 不过没能量 应该还好啦 感觉可以放是吊杆 没能量 亏 没关系多龙也是那种慢慢贴的轴嘛 我们就把能量敲光光 基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哦 拆能量的 眼狗狗哦 拆能量的 好那应该还好 感觉我们这部牌可以放个扇子 算了 没关系啦 等一下我们先自爆 先自爆 为什么 因为先压牌 压个两张 能量也赚 你要马力吗 哇 不要马力啊 他这3.0 旧版的 不是说错了 交通讯啦 一个时间 一个一个一个 讲错 干嘛 这个绳子搞到我了 还行还行 啊不行不行 抽两张哦 拼那个吧 拼宝可梦吧 不是说错了 拼人物吧 翻6张牌 有能量拿出来 好 哇 这个厉害哦 想一下 哦 马力 水 好 先马再说 嗯 60会被点 想想看怎么打 赌他下不去咯 好不好 好 再一张多龙 混沌 混沌 明明VMAS大战 杜龙巴鲁托VMAS 好 在马力吗 来啊 我现在马力比较高兴哦 因为我可能需要进化 他要兵进化 他要兵进化 可是他已经没有位置放蛇文雄了 可能会拆能量吧 要拆的 抓个日狼进化拆能量 他这有点像皮可西走啦 有了 OK 他手牌不知道动不动得了 这只等下会被他点死 对不对 有可能啦 嗯 好 先这样吧 点死也没关系啦 我可以开马式的 马之士 我一直讲错 好 拔一颗 这给他拔没关系 哦 水 你看 赚 那现在好玩了 各位 现在真的好玩了 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 先开这个 我想一下哦 OK 锤子不用了 他要死了 先这样子吧 不要动了 没关系 进化上去 就对 可是他没有 他们能量没有出来 所以我不怕 我应该还好 好 好 那现在应该稳了吧 你看各位 好了 我们已经熬过前面最痛苦的时间了 被干扰 被拔能 有的没有的东西 芒果已经撑过去了 现在稳了 跟你硬没关系 因为我这只还在 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等下不会麻痹哦 要小心一点 等下我们直接进化 顽皮雷蛋 然后做他 直接老大 抓他这只咒 我们也可以用冬冬鼠啦 冬冬鼠也不错 可以 退化 哦 再拔是不是 好 没关系 我有这个 所以我不怕 能量能蠢就蠢 好不好 没有能量 好 有办法撤退吗 也没办法撤退 嗯 我就不知道他要玩什么了 完蛋了他 他真的完蛋了哦 我想一下怎么做 嗯 他不会麻痹 注意他不会麻痹 20加57死 所以这只不会死 所以不怕 就这样就好了 来 OK 就这样吧 我帮你抓上来 他下不去 没关系 我帮他 芒果人真好 再把 没关系 我有这只在 基本上他怎么把我能量 我完全都不怕 完全不怕 我锤子一张都没用到 是怎样啦 太夸张了吧 再退化 再进化别的只 再拆 好没关系 等一下我就这只揍 好吧 那这只被送他其实没关系啦 哦 贴后牌哦 我看一下他的 呃 他的招式我看一下GX什么东西 打30能量对手的目的哦 看一下目的几张看一下 3张而已90不怕 不过我克属耶 好吧 他两 他 两废 一废撤退 好吧 给你杀吧 90 180 180 再加少10滴 哇 真惨 想一下哦 我现在要摸掉他嘛 呃 先自杀 投降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还不错吧各位 这玩得还行 诶我们伤害还没打完 我们为了解任务 我们再来一场好不好 解任务嘛 再一场 好玩好玩 这副好玩 赞 我们看这副选后手好了好不好 这场选后手看看 好 那看他要不要先手 没错后手 那后手的话看情况做事 哇 球呢 反过不太好的预感 巨探3 直接大爆炸 对方应该很多水远马奥吧 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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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虐人家现在被虐了 各位 没关系啦 我们就尽可能的打看看 好不好 打看看 哇 这不好打 这这这这这这克属怎么打 我想一下哦 哇 还没能量 来个能量吧 有 哎呀呀呀呀呀呀球大了各位 真的球大了 我觉得我这场只能2-2-3 应该说 嘖 怎么打 我想一下哦 看他要不要进化吧 有进化的话 可能芒果比较好打 好丢一张switch了 要小心一点 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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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这样子130130这样揍是不是 现在没有 啊 啊 国际版好像有帝安西耶 哇这有点麻烦了各位 嗯 嗯 想一下哦 这一定得进化 那我这个反而不能自爆 自爆可能会被他摸掉 有点尴尬 哇 好了没关系啦 好了没关系啦 我的 哇好难打啊怎么办 没有拼到锤子 他可能要拼switch 之类的 气球之类的 气球没用 因为换位之后下不去 那等下板木直接抓出来 继续揍 好不好 我们抓出来继续打 哇这个 克属不太好打哦 看起来他卡住了 好 来特性丢一抽二 跟我们的索罗雅克GS一样 反正我们 只是为了解任务嘛 能打多少算多少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赌他下不去吧 他下去应该没关系啦 杀不掉我 我写320 他最高最高打到300而已吧 我们等下把他抓出来揍 好不好 抓出来揍就安全了 我 我等一下我的目的 1234567 啊没办法 没有能量了 我的牌组没有能量了 我这只不能爆了 爆的话会白送一张 因为我这只 能量可能要慢慢守田了 有点危险 我觉得现在有点危险 一开始就有太多能量了 好 再做一只探山 那芒果目标就杀这两只探山了 好不好 只能这样打 所以这只绝对不能爆 逼不得已才能爆 我再全部拿出来丢吧 看来对方有点卡住哦 哈啰 哈啰 不要客气被我们打赢 太好笑了 那我们讲 等一下干嘛 你知道吗各位 锤子永远给他锤下去哦 应该就还有救了 我觉得啦 哇 他 智慧星用过了 所以他的第一张 不一定是能量 是不是这样讲 再一张智慧星 芒果就爆了 啪 手上要有能量哦 我要赶快再养第二只了 不然会输 哎呦 没有智慧星了哦 咳 那有机会 有机会 各位有机会 还有机会 撑住撑住 好 好 呦 等一下为什么 哎这太夸张了吧 这真的有点夸张哎 能量一张而已 先不贴 哇 呃 让我想一下 先自爆 好再抽一 然后芒果再抽二 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硬张 没有硬张 哇 他刚刚那个翻到能量太夸张了啦 那能 翻到能量有点 有点夸张 我觉得 只能能贴 只能求生 拜否能赢了好不好 不然没办法了 我已经尽力了 他那翻到能量有点夸张啦 来进化吧 现在就是比 我的锤子能不能锤到他 锤到他哀哀叫 场地哦 现在奖励卡一样 好 薰香再进化 他想拼硬张 我也想拼硬张啦 可是因为他有三只这个 隶属 所以我觉得硬张对他应该是没什么效果啦 他现在也下去 因为我的这个装备在后面 芒果应该在做一只那个的 对不对 自杀之后 打麻痹 不过 打麻痹哦 好像也是啊 反正也是两下的事情 他是没能量了 6 7 8 可能手上只有一张 他拼能量跟柏木就赢了 他拼能量跟柏木就赢了 这张很危险 剩下60滴 一张能量跟柏木就赢了 刚才能保护 花了他好久 哎哟 呃...場地壓一下 我的硬張勒 他放回去的可能是能量或者是板木 所以我現在瑪莉的話反而幫到他 各位懂意思嗎 好吧 定天有命了 沒辦法了 真的沒辦法了 我只能這樣打 就賭他殺不掉我 賭他沒東西 他板木一張都沒出現 基本上不太可能 綠不到太誇張了 他就能量板木就贏了 有了 板木 我們要Pred 好吧 克蘇沒辦法 克蘇這真的沒辦法 各位 給你打吧 呃... 虧了虧了 各位虧了 可能芒果有些細節做得不夠好 也許我在做一支這個自爆的話 打麻痺 還有機會 對不對 嗯...好... 剛好任務解完了 阿虎文的冥冥VMAX 就介紹到這裡啦 那如果想怎麼改的話自己調整 我們一開始芒果在牌組介紹的時候 都有大概講一下說 哪裡可以調什麼 哪裡可以調什麼 對不對 什麼薰香阿 印章你想放什麼就放 為什麼印章這回合都不見了 好 那我們今天又介紹 到底在我長時間處在非洲的芒果 下次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